金龙鱼这个品牌对于生活在亚洲 特别是大中华区的消费者 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这个品牌的幕后实际控制人 是一位新加坡华裔郭孔峰 郭先生专注于食品领域 从植物种植、加工、运输、销售为一体 构建了一个亚洲领先的农业综合集团 在全球50多个国家大力发展同时 也和自己的叔叔郭鹤年 在中国大陆开创了一海家里集团 一海家里202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募集了139亿人民币 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最大的IPO 丰益国际自2012年开始进入世界500强 郭孔峰家族财富 2021年福布斯杂志公布达38亿美金 以郭孔峰家族成员 郭孔峰194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新山市 祖籍是福建福州苍山区盖山镇郭宅村 新加坡国籍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学士 1973年至1991年 任Federal Flower News Square Head 业务经理 总经理 980年至1989年 任KUOK Singapore Limited 董事主管实用油贸易 1989年至1991年 任KUOKSWISE PE Limited总经理 负责在中国筹建南海油脂工业 赤湾有限公司 1991年至2006年 担任Weimar Trading PT Limited 董事长及总经理 在此期间 开始在中国进行投资 及开展粮油相关业务 2006年至今 任丰义国际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2005年至2019年 1月 任义海家里有限董事长 自2019年 1月至今 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现任义海家里集团董事长 丰义国际集团的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全面负责集团的管理工作 2012年 郭孔锋领导 丰义国际机身 全球财富500强 国际两起前三甲 郭孟儒 10岁起就被送往英国寄宿学校 后来在剑桥大学数学系 取得硕士学位 2015年 在新加坡创立了Band Lab 他是新加坡著名亿万富豪 全球最大棕旅游交易商CEO 以及国内粮油剧情金龙渔掌门人 郭孔锋的小公子 他创立的Band Lab 旗下拥有东南亚最时尚的琴行 Swee Lee 具有悠久历史的吉他品牌 Harmony Guitars 和Herity Guitars 以及国际著名媒体出版物 NME Guitar.com 2016年到2019年期间 甚至曾拥有音乐媒体巨头滚石 Rowingstone 49的股份 二郭孔锋家族企业 丰益国际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 总部位于新加坡 是亚洲领先的农业综合企业集团 丰益国际是新加坡交易所 Singapore Exchange 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 丰益国际战略的核心 是一个整合的农业综合经营模式 包括整个农产品业务的价值链 从棕榈油和甘蔗的种植和研磨 到各种食用食品的加工 品牌和分销 包括消费包装 中型包装和散装包装 动物饲料和工业农产品 如石油化学品和生物柴油 在中国 印度 印尼等5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拥有500多家生产工厂和广泛的销售网络 通过规模 整合和其商业模式的物流优势 丰益国际能够在价值链的每一步都获得利润 从而获得运营协同效应和成本效率 在约10万名跨国员工的支持下 丰益国际在全球运营 供应链和社区方面奉行可持续发展 一 食品工业 这部分包括各种食用食品的加工品牌化和分销 其中包括从棕榈油和油脂中提炼的植物油 糖 面粉 大米 面条 特种脂肪 零食 烘焙 乳制品 大豆蛋白 淀粉和甜味剂 这些食品销售在消费者和中型包装或散装 根据客户的要求 二 饲料工业 这部分包括产品的加工、销售和分销 其中包括动物饲料、非食用棕榈和月桂产品、农业商品、石油化学品、柴油和生物柴油 三 种植工业 丰益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棕种植园主之一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总种植面积为23万两千 53公顷 公顷 其中约65%在印度尼西亚 26%在东马来西亚 9%在非洲 在印尼种植园位于苏门达拉、西加里曼丹和中加里曼丹 而在马来西亚种植园位于沙巴州和沙捞月 通过合资企业在乌干达和西非 拥有约4.6万公顷的种植园 还在印度尼西亚和非洲 通过小农计划直接管理35,276公顷土地 在非洲通过合作伙伴管理157,515公顷土地 四 航运物流 作为封易综合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封易拥有一只液体和干散货运输队 这提高了集团物流运作的灵活性和效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该集团拥有和控制的油轮干散货船总吨位 约为280万吨 5.封易在中国大陆 易海家里 金龙鱼 粮油 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 截至2021年底 易海家里拥有员工超3万人 在中国拥有70多个已投产生产基地 100多家生产型企业 并在潮州 兰州 河肥 青岛等地新建多个生产基地 主要涉足油脂压榨 食用油精炼 专用油脂 油脂科技 水稻循环经济 玉米深加工 小麦深加工 大豆深加工 食品原辅料 中央厨房 粮油科技研发等产业 旗下拥有金龙鱼 欧丽微蓝 胡姬花 香满园 海黄 金卫 丰苑 锐龙 捷进100等知名品牌 涵盖了小包装食用油 大米 面粉 挂面 调味品 食品饮料 餐饮产品 食品原辅料 饲料原料 油脂科技等诸多领域 金龙鱼主要缔造者郭孔锋 早在50年前 郭孔锋尚未展露头角的时候 马来西亚首富郭赫年就认为 此人是郭家晚辈中 最像他且最具商业天赋的人才 1973年 二十四岁的郭孔锋从新加坡大学毕业 加入郭市旗下的联邦集团做面粉业务 得益于郭赫年的传授 郭孔锋迅速摸清了做小麦 大米生意的门道 1986年 他注册金龙鱼商标 开始在马来西亚售卖小包装调和油 当郭赫年看中了内地的粮油生意 抑郁向中国粮油业进军之时 便果断地选择了这个不二人选 郭孔锋 一开始 郭孔锋推出的金龙鱼 小包装食用油并不被接受 销量非常差 郭孔锋不为所动 表示小包装粮油将会是主流 而机遇就是给了时刻保持对时事和未来趋势敏感警觉的人 郭孔锋终于等到了粮机 1990年的春节 年节期间许多企业都会给员工发放粮油福利 包装的粮油便携又美观 对于企业来说再适合不过 郭的南海油脂 立刻采取 向企业推荐自己的金龙鱼包装油的措施 金龙鱼通过这些采购的企业 逐渐游进中国消费者的餐桌 1993年 粮油双轨至终结 原料价格跳涨 金龙鱼小包装油已制油评价扩大销售 份额跃升至20% 此外 郭孔锋推出独家代理制度 代理商不能代理其他同类品牌 并且要承诺定额的年销量 此时 尽管国内一些企业也纷纷打进小包装油市场 但金龙鱼已经稳坐中国食用油第一品牌的位子 2001年 中良正式出售南海油脂股份 中良 郭氏正式分手 中良的抽身对风意有利而无害 为金龙鱼垄断中国粮油市场 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从2002年开始 郭孔锋在中国可谓风生水起 把业务拓展到了食用油 面粉 大米 调味品 糖 老年养老医疗等行业 风意国际 每年从全球进口 到中国的农产品和食品的货值总额超过100亿美元 而且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风意国际正是得益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才能仅用27年的时间 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粮油企业集团 郭孔锋的商业精 就是与其坐等竞争对手来争夺市场 不如自己先设置对手 抢占先机 至此 金龙鱼食用油 在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的占有率是40% 而排名紧随其后的第二到第四名市场份额加起来 仍然比金龙鱼少了10% 并且其旗下多个主营类目产品都位居市场份额第一 一海家里2019年在中国包装米现代渠道 销售量份额为18.4% 位居第一 包装面粉市场 一海家里的市场份额为26.7% 碾压竞争对手 差不多等于第二名到第四名的合计销售量 与此同时 质疑也随之而来 一个产业链便不由你面调味品的行业巨头 会不会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威胁 不过 随着郭孔锋拿下中国绿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和金龙鱼在中国上市 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 一海家里总裁穆燕奎曾对外表示 金龙鱼要在国内上市 融资并不是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在于上市之后 金龙鱼便能顺理成章地变身 成为一家地道的国内企业 彻底摆脱外资的限制 谈及企业的成功 郭孔锋称 锋益国际正是得益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深耕中国市场 回馈中国给予的机遇和帮助